天地之间有本 皇上有旨 刘庸敬见 陈刘庸接旨 请 公公请 请 陈刘庸参见皇上 爱情平身 谢皇上 刘庸 陈在 今年又是三年一度的经查大计 京城大小官员无一例外逐一考核 分清幽烈 而后隐贤举能 参和庸人 另外 去年经查大计以后 各州县官员考核完毕 成绩捉一者被薄菊引荐 现已云集京城 此乃速正刚记之大事 是 朕看你在江宁为官清廉办事谨慎 现升你为吏部侍郎 替朕操办此事 谢皇上恩典 来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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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人 我们老爷不在家 我们老爷不在家 都先回去吧 你们都先回去吧 都先回去吧 我们老爷不在家 你们就都先回去吧 都先回去吧 你们都先回去吧 快走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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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山人怎么都这样啊 我们老爷不在家 不在家 这是什么 夫人 今儿老爷头天上任 以前用的都得戴上 是自己的顺手不是吗 好 你们去吧 你这衣服破的都快连不住针线了 京城可不比江宁 你穿这衣服上任 不怕人家笑话呢 官服是旧的可这顶带是新的 做官在心不在行 只要刚正不阿 何在乎锦衣绣服啊 那你就光着身子去上任 那你就光着身子去上任 撞了枪你嘴才不应 还是先拿我爹的官服穿上 等新的做好了再换吧 就他那身量 老人家的一条裤衩 我都能当袍子穿 微正姐 来 我定做的官服 午后才能送到丽布衙门 就这么先凑合着穿吧 凑合着这儿 哎 皇上要你操办的京察大计 到底是什么要事啊 咱们这几天送礼的就像苍蝇似的 但门口堵得水泄不通 按咱们大清的典制啊 每三年按四格考核一次 在京的大小官员 哦 这四格是什么呢 一为操守品德 二为办事能力 三是聪明才干 四是年龄身份 这年龄身份 又分青壮剑三类 考核完毕 造册成品预览 凡政绩卓议的宝举生仙 不合四格的参合罢免 这就是京察 你看还行 嗯 还有 对各州县的官员 也按四格进行考核 这便是大计 由于此事关系功名前程 那些尊精之徒 且才千方百计的行贿魅上 以图包举 哦 怪不得呢 我叫刘安在大门口 挂费木牌 告语那些送礼者 嗯 好 我看门看 这不是出来了 呦 这是拿来什么 别别别带放来 靠哥 来点啊 挂一什么呀 我说 这是什么呀 这是典故 典故 什么典故 都挂上再说 这沐浴上的玄鱼太守 又当怎么讲啊我说 此义乃聚收礼物 聚收 聚收礼物 懂吗 各位大人 老爷不在家 老爷真的不在家 我们就弱势公事啊 到衙门地去街就行了 这个弱势前来报喜的 这个情意啊 我们心领了 礼物啊都抬回去吧 明天啊 就行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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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哎 就得拿来找 真是 我们也交差 对不对 你们一个个来嘛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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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转晕了小伙计 请问一下 这是江宁之府 刘大人府上吗 是啊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弟兄四个是专门给刘大人抬轿子 对 什么 抬轿子 嗯 我们家老爷没 瞧你们一个个面黄鸡瘦的样子 是我们家老爷 让你们抬啊 还是我们家老爷抬你们啊 快走吧 哎 我带了一封亲笔信 我们这全都是亲笔信 是老太爷的家书 对 老太爷的 什么 老太爷 拿来我看看 哎 你要是不收 把门就回山东了啊 就是 货姬得罪了 货姬得罪了 我先去禀报老爷 你们几个跟我来 走走走走 请 这 这 我去禀报老爷 我们给老太爷抬轿子的时候 你还光屁股露小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光光居酒 在河之中 走 快快快进 咱们也进去 走走走走 快快快进去 快快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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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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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场 哎 先款的一下 咱们老家来的几位老伙计 我去禀报老爷 哎 几位挺好的 里边请 里边请 走走 老爷 嗯 送礼的可把胡同和大门口都给堵死了 哎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就说我不在 把送的礼物都给退回去吗 说了 可他们一个个都跟塑在门口的泥胎似的 一个也不动的 都是些什么人吧 嗯 有老爷在国子建的铜窗 叛灵院的边修陈发堂 国子建的铜窗 扯淡 我怎么就不记得有一个国子建的铜窗啊 您是不记得 这个陈发堂是崇德三年的学子 什么 崇德三年 崇德三年 你家老爷还没出世呢 哼 若论国子建出身便是铜窗 哎 老爷 你和先皇也是铜窗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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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老爷您的表叔 神岳署高正强求见 表叔 我是他表大爷 嗯 他说老爷您的前八代曾娶过他的表姨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下去了 再说呀 保不准还蹦出个祖宗来 我是他祖宗 祖宗倒是没有 倒是有四个老教夫 带着老太爷的家书求见 啊 快打来我读 嗯 说实话吧 老爷啊 连你轿子还没有呢 早晨起来 老爷没轿子 出门上任 您猜怎么着 那轿子 是我从轿行给租来的 是吗 可不是 老爷是四品官呐 得做四品教 咱们给做 是 咱们给做 是 是不是 哎 老爷来了 是吗 老爷 哎呀呀呀呀呀 你们伺候家父二十一年 戊虚大礼 快快请起 请起 哎 快扶起来 扶起来 来来坐 坐 坐下 请坐 老太爷告老还乡 我等年纪大了 回去呢 生活没着乱 老太爷让我们伺候老爷来了 是啊 好 你们就留在府内 有我留佣吃的 也就饿不着你们 哦 谢谢 老爷 夫人来了 哦 来了 夫人来了 也道而来 先歇两日 起来吧 对 起来吧 那有的新教 劳累你们的时候多着呢 是劳累你们的时候多着呢 老爷 时候不早了 第一天上任可不要迟到了 是 老爷这前后门都堵辞似了 出不去呀 我早让张承顾请的轿子 在墙外等候 我来他个月墙耳过 岂不是神不知鬼不觉 堂堂四品侍郎翻墙上任 倒也稀罕 我把我们带上去 我网上就去 我说上去 我把你带上去 吧 我一把你带上去 这儿 你穿了 这儿 这儿 你不能抵人 没事吧 没事 老爷 刘晗 扶好梯子 不稳了 老爷 就回这儿踩 烤个酒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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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起来呀 老爷 看看我这官服吧 这成什么了 唱的哪出味这是 老爷 您这新官上任成何体统 老爷 您别着急 我这有针 我给您缝缝 来不及了 快下来 我扶着你 老爷 快端下来 我给您缝缝 来不及了 那儿有人跳墙 来 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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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快快快 快起轿 走走走走 一二三 站住 好舒服 重点 是 老爷 老爷 大人 山西守备 温国凯在外边求见 让他进来 是 你们都回避一下 走啊 快点 抬过来 快快快 这边走 跟上啊 快点 跟紧点 jean 我爸 你皆在这儿喜着 往里边走啊 走走走走走 好啊 太好了 快点啊 台兄别来乌鸦 多谢贺大人 请 昨日台兄送了一万两银子 不知何故让你如此破费啊 什么 土匪 回大人话 山西地界没有土匪 不过偷鸡摸狗的是吗 还不守 好了 大人请坐 大人请 谢谢 台兄有话 尽管直言 大人 背之耳朵不笼 大人说话 我听得见 那就好 请说 今年大计 背之正计着重 已被总督大人保举 那个四哥 年字 一条 少有不和 还望大人周选 周选 好说 台兄贵庚 顾生 我不是顾生 我是静氏 楚生 我知道 我问你多大了 不大 不大 八十有三 八十三岁了 杯子 岁数是大了一点 可是舌体还棒着呢 是 是 是的 再说 杯子受圣上还恩 怎么着 也得为圣上 尽动 小 小力 好 大人精神 着实可嘉 不过 依照大清典制 凡四平一家官员 五十五岁都要还乡修制 即便是开国元勋 五名大臣 年龄也不能超过七十岁 所以我看 还是颐养天年为好 不要再费周折了 真是难哪 真不好 折包 来人哪 把这个包抬下来 送送送鱼 何大人 大人 请和大人过目啊 挂架 收下吧 大人 跟我来 事成之后 还有三万两银子重谢 好说 还要请大人拔一拔哦 温大人 温大人 说实话 这点小事在过去不算一回事 只需在举策上天改良比而已 现而今嘛 难了一点 因为圣上把这件事交给了刘罗姑 不 到了 落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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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爷 您慢点 就这 干什么 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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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告诉我二位 我是干什么呢 这是亲上人的侍郎 丽布侍郎刘大人 啊 怎么 不信 他是 他是侍郎 我还是玉皇呢 哎 你们俩小子 狗眼看人低啊 我们家老爷当侍郎靠的不是这个 靠的是满肚子学问 知道吗 你小子才狗眼看人低呢 哎 你说什么呢 你这这什么地方吗 大清国丽布衙门 叫花得赶进来 谁谁谁谁说什么呢 你 哎 我给你们俩看看 这什么老爷爷的官府 你看看 看看你们 这八成这哪儿捡的破烂吧 这个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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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爷 我送你了 你送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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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枣 这位还想做公堂的交椅呢 怎么着 瞧你这蜀木萝卜的样 去店长买地摊啊 都嫌那含着 就是 还想做大堂的交椅 抓去 一会儿新的刘大人就到了 来收拾你们 你们敢 别闹 跟他走 待会儿刘大人来了 咱们让刘大人管饭 走 张长刘安 跟我走 去蜜布衙门 这样 大人 刺好大人 上街 好 起见 快去禀告你们新上任的刘大人 来 在这儿等了两个时辰 你 胡说 现在都什么时辰了 刘大人不比旁人 他绝不会去到的 会不会是刚才那疯子 胡说 他是个罗姑 你说他长什么样 他是个罗姑 罗姑 没错 那正是你们新上任的 吏部侍郎 刘大人 他现在在哪儿呢 在后边那个马圈里边 马圈 可惜一关不久 我笑走了不知了 大人找了李大人 小的真是不知了 好了 我没有怪罪你们 起来起来起来 李大人 快到马圈去迎候你们新上任的刘大人 爭 你把刘大人 Mount 也不要回答 赶紫 是 何大人 都怪这些奴才们有眼不识泰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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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刘大人 你这身打扮 出丑 出丑 这样吧 刘大人 明天我给你送两件上等的绣袍来 不敢 不敢 不敢有劳何大人 刘大人 进门关服 出门叫 这是你的脸面 也是皇上的脸面 是 你们帮刘大人 舒适一下 我先到客厅向后 是 是 混账东西 是 是 是 今天老爷上任 你给老爷来下马威 小的该死 小的该死 我教我教你 这叫人不可貌相 是 是 海水不可斗粮 是 是 小的之罪 小的之罪 行了 行了 张成长安 来来来 小的之罪 小的之罪 我告诉你们 今儿这事可不许告诉夫人 是 走 不知何大人亲自前来有何指教 不敢 一来 刘大人 升任 吏部侍郎 圣上 又为以金茶大计 特来 道贺 二来 有一事相反 不知 刘大人 能否商量呢 不知何大人有何吩咐 情之教 吏部侍郎 减 岂阿姨 把三十八误写成八十三了 如果刘大人能费举手之劳 信笔勘证 本官定当中写 勘证妙误乃我本分何必言谢 此事我定亲自办理 好 刘大人真是快人快语 不过区区小事 何劳刘大人亲自动笔 吩咐下人 办一下就可以了 我还得谢谢何大人的解为之情 这件事我还是亲自办理才是 好 如此多谢刘大人了 刘大人 我听说近日到贵府祝贺送礼的人 络绎不绝 拥塞结下 而刘大人府门紧闭 聚而不见 堪称清廉刚正 是为五辈子开磨 过奖 何大人过奖了 不过刘大人 若有紧急公务 去不误事 何大人有所不知 只要下人们唱一句 关关聚咎 在河之舟 府内即可自然开门 好 不过刘大人 不过刘大人 这不愧是欲点的状元 连家人说起话来都如此的雅致 佳奖 何大人过奖了 佳奖了 佳奖了 大爷 东西放哪儿 放在案上 是 快快下去 不过刘大人 二胡公公 刘大人 皇上口谕何大人 让你即刻进宫见驾 何神知道了 即刻更衣上殿 谢刘大人 恕不远送 刘大人 刚才我托付的那件事 我记下了 好 请前后 请 刘大人 刘大人 你不想 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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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 刘大人 农才一直也在琢磨 他是不是和这案子有什么牵连 那为何早不禀报 只因八王爷九王爷极力保健 农才不便多言 即刻传唐宝梁上殿 听说他已经不知去向了 你找谁啊 这位兄弟 我是郎中 六王爷请我来号卖的 王爷不在 可能一会就回来 那我先到书房等一会吧 不行不行 那可不是随便进的地方 你等着 我去禀报一下 这位典子 那都不行 他一定不知 有先认识 这位典子 这位典子 你带回去 你带回去 太后 有针子 也讨论 这位典子 那种 夫人 王爷请的郎中来了 王爷没病啊 什么时候请郎中了 那他说 老爷 该回家了 你看看 我早料到了 温国凯明明是83岁 何大人飞鸿我说是38岁 温国凯是圣祖23年的进士 若是38岁 岂不是在娘肚子里头 就来了个金榜提名 是 看我不参他两个的欺君之罪 三万 三万 不吃 大管家 快着 圈儿他该你出牌了 我打五条 大人 山西守备温国凯求见 老要刚打出一张三万牌 马上就有人送三万银子来 回大人 好毒气呀 他是来要银子来的 什么 想占我的便宜 他说刘大人通知他不能改策 还要参他个欺君之罪 温守被害怕 求大人不再为他周旋 想要回金银珠宝 回家养老 好你个流罗棍 这他妈不是抬举 咱们走着瞧 快去告诉那个老东西 没有我和尚办不成的事 让他放宽心等两天 大牌啊 大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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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他 记住他 大牌 对 请 我 阿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这儿 对对对 来来 慢点慢点 等会儿 何大人 您看 大门紧闭 门上挂木云 字笔悬疑太少 拒绝收礼啊 何公公 你别看这些啊 实话告诉你 刘英这个人心特别的黑 他是先看礼单 礼后他才收呢 你瞧瞧 何大人 这回让您破费了 实话告诉你 表面上我那是金银财宝 其实里边装的是 石和豆腐 豆腐 何大人 真有你呢 我就看他瘦不瘦了 关关聚咎 在何之中 哎哟 瘦了 怎么样 何公公 这可是你亲眼所见啊 快去禀报皇上吧 快去禀报皇上吧 大刘英 他竟敢贪赃妄罚 圣上息怒 刘大人贪赃尚不真凭实据啊 卫皇上 尚无音讯恐怕已经畏罪臣殴了 去内务府提取银两和爱卿 由你出面去贿赂刘庸 让她举荐汤 如果仍然如此 朕严加处置 万岁爷 宋金银留佣他并不稀罕 那你的意思是 奴才愚见这金石朕指 不行 这是朕的心爱之物 皇上金石好球中坚难变 舍金石而变中坚 奴才以为值得的 这 好 拿去吧 拿去 这 老爷 刘大人他带着十个臭豆腐来求见 什么臭豆腐 回老爷 昨天送的十盒豆腐他又还回来了 搁得久了 酸臭的厉害 搞得满腐蚀超不可闻 去 就说我不在 他已经来了 何大人哪 拿进去 碧下 所有人都尖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大人 这可是圣上的旨意啊 那皇上为何不直接传旨啊 因为圣上觉得怕下面不服 觉得从下面往上保健更为妥当 所以 怎么 刘大人还是不相信 难道我何谋 假传圣旨不成 不敢不敢 既然如此 卑职只有遵命举荐就是了 那就有劳刘大人了 那卑职告辞了 卑职 卑职 好字 好诗 皇上 能再以为自古以来历代君王最长师叔者非无皇莫属啊 好 真是好 和尚 刘庸他真的把朕的金尸给收了吗 回皇上 他不仅收了 而且答应巨剑堂包粮 他用了朕的心爱之物 倒也心安理得呀 朕倒要去看看 朕倒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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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倒要去